MOD大與工人趕工搭建棚架組裝好的組合屋放在棚架內 這是新北市第一座 接種站雖然有了 但是疫苗還在路上只能先當臨時採檢站 先用快篩站的方式 來作為目前現在要解決新北市 所以新北市在疫苗接種站還沒成立之前 我特別找了一個4.3公頃的地方 然後離社區有一個距離 然後我們開始做了18個快篩站 所以這就是我們新北市在大型疫苗接種站 在還沒開始之前 我們的大型的快篩站 新北市市一級站區設立接種站超前部署 但疫情要控制主要還是控制人流 今天最新統計除了公共場所的市場人流以外 還有居家周邊才是最危險的地方 有4288筆的足跡的分布 這裡面最多的71%都在居家周邊 所以居家周邊包括居家或是你的左臨右手 都是在比例最高的71% 所以記得這些切忍者的傳播鏈 還是在家庭群聚 在居家的左右鄰居傳播率最高 希望如果沒有辦法保持適當的距離 能夠把口罩戴上來是最好的 好 那我們總計是351例 好 那有4例境外移入 所以我們在本土有274例 我們的現在的RT值是1.02 1.02 那我們在最高的時候 大概列於在5月13日是45 這段時間RT值是15 那當然我們在這裡面經過5月15日的 這個雙北的三期 那5月19全國提升到三期的 這樣的疫情警戒 那我們可以說說目前的疫情 我們是應該到了1 1.0 基本上朝向可控的範圍在前進 現在疫情似乎慢慢控制下來 但還是有人不受控 今天早上在雙和醫院內 有確診病患因為住院情緒不穩 持刀攻擊護理人員 然後因為他想離開 然後遭醫護人員的制止 然後持刀來傷害我們護理人員 市長侯友宜第一時間也前往探視受傷的護理人員 前半是確診者被帶回禁區後 警方不敢大意 防護裝備穿好好就怕又被傳染 而目前疫情看似有控制 但新北的醫療量依然依舊非常緊繃 有民眾就看到台北醫院 竟然將病患丟在大馬路上 但醫院說這一切都是誤會 我把中心心被報道